这真的是千军一法相当的危险 透过现场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 穿着红色背心的就是嫌犯 那么当时保全和他展开对峙 透过店内的监视机画面也可以看到 他已经拿出了打火机 准备要点燃 那么隐约看到火光了 这是一名保全呢 先跟他对话 分散他的注意力 另一名保全呢 就趁机扑了上去 将他压制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惊险的画面 好的那么真的是让人看了惊心动魄 现场包括了员工和保全人员 全都上井发条 随后警方跟消防人员也赶到 合力将他带回征讯 那根据了解呢 他是因为工作不顺 近期离职之后呢 有经济上了压力 才会买了两桶十公升的柴油呢 跑到了成品企图点火 幸好呢是有惊无限 市长卢秀燕下午也将公开 表扬两名保全人员